巴龙本来是想自己悄悄干掉城之内 然后惊艳孔雀武 却不料打着打着就被城之内深深地吸引了 他兴奋地用尽全力 与城之内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决斗 虽然最后巴龙还是失败了 可他拒绝得心满意足 晕倒之前 巴龙还将孔雀武托付给了城之内 让他帮忙暂时照顾孔雀武 现在轮到孔雀武与城之内决斗了 在孔雀武心里一直有一道魔咒 他每次看到城之内 都能想起自己曾经被暗马尼克 只有打败城之内 才能走出心底的黑暗 于是为了满足孔雀武 城之内拖着已经摇摇欲坠的身体 强行与孔雀武决斗 此时王阳本田和杏子 正在全城搜索城之内 他们得到雷贝卡的指点 已经知道了城之内的大概位置 加上刚才又看到了奥利哈康的结界光辉 城之内就在他们附近了 另一边 海马和木马再次被一群不知死活的亡灵怪兽堵住 对于海马来说 这群杂兵根本就是来送死的 他直接召唤青眼白龙护驾 青眼白龙一口喷射白光 很快就将前面一排的怪兽消灭 但就算他消灭五个 那边就出现了十五个 怪兽越打越多 青眼白龙根本盲目过来 结果就在这时 海马一个不查 木马小朋友就被亡灵怪兽抓住 就要不知道第几次成为人质了 海马因此急得不行 他立即拿出龙之卡 召唤传说之龙克里提乌斯 这下一只传说之龙 一只青眼白龙 两只龙消灭这些怪兽 绝对绰绰有余 另一边 城之内还在浑身颤抖的 与孔雀武对战 城之内召唤定性箭矢手臂表示 然后又放了两张陷阱卡 回合结束 此时城之内已经相当虚弱 他看到前面的鹰身女郎 都是不断旋转的 甚至手上的牌都拿不稳了 他似乎也没想到 跟巴龙战斗受到的伤会这么重 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恢复 孔雀武看出城之内 尽管十分虚弱 却依然不放弃 他突然感觉有些不爽 还忍不住好奇地问城之内 为什么你碰到再不利的局势 也不放弃 你真的不怕输吗 城之内依旧提起精神 坚定地告诉孔雀武 决斗不只有输赢 你所谓的赢 难道只有打倒敌人吗 你以前常说自己只相信自己 但在决斗王国和大家一起战斗以后 我们不是找到了超越胜负的东西了吗 你不是也有了和同伴一起奋斗的感觉吗 那为什么你又变成 以前独自艺人的状态了呢 孔雀武听到这里真的不想承认 倔强地让城之内闭嘴 不要再说这些无聊的话 他声音有些颤抖地表示 自己现在只想完成对决 只想打倒你 不要再说了 轮到孔雀武回合 他指挥英神女郎袭击地心剑士 城之内打开陷阱卡 发动二重魔术币束缚 他用两只替罪羊当成祭品 召唤魔术币 将孔雀武的两只英神女郎控制住 想让英神女郎为自己战斗 孔雀武只好指挥 剩下的英神女郎继续战斗 但城之内趁机打开另一张陷阱卡 一族之势 这样一来 相同的怪兽就无法战斗了 战斗被迫结束 孔雀武呆呆地看着城之内 是真的也羡慕城之内 这种澎湃的精神力 不管被修理得再惨 也绝不会放弃求生的意志 他突然想起了巴龙的话 终于理解为什么巴龙会说 自己被城之内吸引了 城之内确实拥有 他和巴龙没有的品质 然而就在转瞬间 孔雀武就又否定了这一切 他发誓 一定要打败城之内 然后或许他也能 获得这种力量了 再次轮到城之内回合 他抽卡后 竟将两只鹰神女郎 连同自己的地心箭矢做祭品 召唤出攻击力2800的闪电战士 而用三只祭品 召唤闪电战士的时候 闪电战士就能发动特殊效果 一举摧毁敌人区域的所有怪兽 于是闪电战士挥舞长剑 孔雀武的四只鹰神女郎 就这样被一起消灭了 城之内随后又让闪电战士直接攻击 孔雀武被打得向后倒飞出去 撞在结界上 血量也直接下降到800 但孔雀武并没有因此恐惧 反而处于了兴奋之中 又轮到孔雀武的回合 他发动天降的爆炸 让敌我双方都可以连续抽六张卡 孔雀武随即打出死者俗生 从目的里复活了鹰神女郎 并发动万华镜 华丽的分身 让鹰神女郎一下变成了三个 而这还没有结束 孔雀武用这三个鹰神女郎 发动了凤凰之阵 凤凰之阵可以摧毁和鹰神女郎 树木一样多的怪兽 并且被消灭怪兽的攻击力 会造成对方玩家的伤害 所以当凤凰之阵发动的时候 城之内面前的闪电战士 就这样被击碎了 血量也因此降到了800 城之内再次艰难地站了起来 承散孔雀武刚才的combo确实厉害 只是这么快就要结束战斗了 真的可惜啊 轮到城之内的回合 他终于用颤抖的手 抽出了赫尔莫斯之爪 因此 他立即发动了魔法卡 还打出手里的仪式魔法 黑龙降临 城之内将手上的基亚弗里德 作为祭匹 召唤暗龙之黑骑士 再将暗龙之黑骑士 作为祭匹 召唤真红眼黑龙 孔雀武看着城之内 一套操作眼花缭乱 他提醒城之内 特殊召唤的回合是不能攻击的 城之内自然没忘记这一点 他还要召唤赫尔莫斯呢 城之内旋即将真红眼黑龙 与赫尔莫斯融合 形成了真红眼黑龙剑 并将这把剑 装备在苍延之剑士身上 苍延之剑士冲上去 一剑劈碎了鹰神女郎 孔雀武的血量 也下降到了300 城之内最后才扣了两张卡结束 现在场面局势已经逆转 城之内不由的一阵兴奋 却忽然头脑一阵血晕 差点支撑不住 轮到孔雀武回合 他就神抽到了羽毛扫 于是羽毛扫一出场 城之内的两张盖卡立刻无效 就连苍延之剑士 拿着的真红眼黑龙剑也消失了 孔雀武又打出魔法卡 魔法再生 他将两张魔法卡送到墓地 换回了凤凰之阵 并立即将其发动 这样一来 城之内的怪兽有多少攻击力 城之内就会减少多少血量了 却不了苍延之剑士 虽然被凤凰之阵击碎 可城之内居然一滴血也没掉 原来他发动了 苍延之剑士的特殊能力 将自己的攻击力 转给了鹰神女郎 所以现在孔雀武的 一只鹰神女郎 攻击力是4100了 因为苍延之剑士没有攻击力 所以城之内自然就没有掉血 而且他苍延之剑士被击碎后 还能特殊召唤炎之剑士 孔雀武看到这一幕 实在无法想象 孔雀武竟然为了活命 将自己怪兽的攻击力 传给敌人怪兽 可城之内就是无怨无悔 他告诉孔雀武 只要能让自己多活一活也是好的 他还没能让孔雀武 想起决斗中最重要的事情 现在还不能倒下呀 城之内劝孔雀武 应该用自身的力量战斗 因为孔雀武是一个很强的决斗者 不借助多马的力量 也依然十分强大 城之内也知道 孔雀武其实是一个温柔的人 他永远也忘不了 在决斗王国的时候 是孔雀武将他拉出了痛苦的深渊 所以现在他也要将孔雀武救出来 哪怕死了 也在所不惜 轮到城之内回合了 他扣了一张卡就结束 孔雀武抓住机会 直接指挥鹰神女郎 对炎之剑士发动攻击 城之内于是立即打开盖卡 那是一张恶魔的头子 恶魔扔出的头子点数是二 鹰神女郎的攻击力因此减少一半 可就算这样 炎之剑士依然扛不住 被鹰神女郎一举击碎 城之内的血量掉到了五百 现在孔雀武只要再指挥 另一只鹰神女郎 对城之内发动攻击 那城之内就死定了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 孔雀武犹豫了 他看着虚弱的城之内 竟然下不去手了 孔雀武的脑海里 回想起自己与城之内 认识后的种种 临倒下前还恭喜孔雀武使他赢了 孔雀武见此刑警急了 赶紧跑过去紧紧地抱住城之内 大叫着城之内的名字 城之内躺在孔雀武怀里 抱歉自己看不清孔雀武的样子 很可惜自己不能为孔雀武做些什么 不过孔雀武的灵魂没被夺走 真的太好了 此时奥利哈康的结界越来越小 城之内最后拼出全身的力气 将孔雀武推开 还将他身上的奥利哈康碎片打掉了 在远处的王阳 感受到一丝不寻常的气息 他的提脉欧斯哀嚎着消失了 连海马的传说之龙 也嘶吼着飞下了远方 孔雀武抱着城之内痛哭失声 他泪流满灭 到现在才知道 城之内在他心中有多重要 他其实早就知道了 就算打败城之内 也不能改变什么 那现在城之内牺牲到底为了什么呢 孔雀武最后擦干眼泪 捡起城之内的龙之卡 他不能忍受 城之内的灵魂被多马夺走 他随后便骑上摩托 要去找达兹夺回城之内和巴龙的灵魂 而等王阳等人找到城之内的时候 城之内和巴龙的身体 已经靠在铁栅栏上一动不动 他们终究还是来晚了 本田认为一定是孔雀武做的 然而王阳却认为 他们真正的敌人是多马 孔雀武也只是被他们蒙蔽了而已 王阳随即一个人跑去了帕拉迪乌斯公司 刚打开电梯门 孔雀武倒了下来 他双目紧闭 眼看着也已经失去了灵魂 王阳指的先将孔雀武放到一边 自己毅然踏入了电梯 很快 电梯门打开了 迎接王阳的是拉斐尔 拉斐尔表示 自己已经等王阳很久了 他随即将城镇内的龙质卡扔了过去 原来刚才把孔雀武灵魂收走的龙 正是拉斐尔 王阳问拉斐尔 孔雀武不是你的同伴吗 为什么要对同伴下手 拉斐尔表示 孔雀武竟自不量力地想反抗多马 原来刚才孔雀武怒气冲冲地来找达兹 却碰到了拉斐尔 他说自己不再需要多马的力量 也不想要奥利哈康的力量 他要用自己的力量打倒达兹 然后救出城镇内和巴龙 拉斐尔怎么能让孔雀武对达兹动手呢 于是 他就亲手将孔雀武处置了 王阳听着拉斐尔的诉说 握着龙质卡的手都在颤抖 但他也知道 城镇内的一番苦心没有白费 孔雀武最终接收到了城镇内的心情 王阳浑身颤抖地询问拉斐尔 你的心真的不会疼吗 看着自己的搭档一个个被夺走了灵魂 看着熟悉的人变成了行尸走肉 你们的良心真的不会受他谴责吗 拉斐尔好像油烟不济 表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他们的命运 就是注定要献给多马的神 所以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拉斐尔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不要了 更不会怜惜其他人的性命 在他看来 能作为祭品让多马的神复活 这就是十分荣耀的事情 此时 黑色巨轮的幻影还在天空翱翔 现在命运的巨轮已经开始转动 谁也控制不了了 然而王阳却奸细 我命由我不由天 拉斐尔看着曾经的手下败将 表示无名法老王的灵魂 是注定要献给多马的神 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谁也逃不掉 他随后将奥利哈康的结界卡 再次送给王阳 他等着王阳控制不了心中的黑暗力量 再次使用这张卡 但王阳却发誓 一定会凭借自己的力量 战胜拉斐尔 这与命运无关 他要让拉斐尔自己亲手毁掉奥利哈康的结界卡 本田和性子正在背着城之内在巷子里狂奔 这时海马的车从后面追上来 看到昏迷不醒的城之内 海马的心也有一丝难过 他正要打听王阳的动向 突然从后方涌出来千万只老鼠 这些老鼠全都红着眼睛 风力一般地在街上成群结队的狂奔 海马吓了一跳 赶紧帮着本田和性子 将城之内移动到高处 暂时躲开了那些疯狂的老鼠 一种不祥的预感 营绕在每个人的心头 很明显 这个世界已经开始走向毁灭了 在帕拉迪乌斯公司的平台上 王阳正与拉菲尔开始决斗 首先用拉菲尔抢的先手 他使出永续魔法卡 守护神的宝扎 让玩家先扔掉自己手上的五张卡 本回合以及之后每一回合 都能抽取两张手牌 拉菲尔于是抽牌后 召唤后背守卫者守备表示 随后扣了一张卡结束 轮到王阳回合 他竟只召唤了皇后骑士守备表示 于是到了拉菲尔回合 他直接打出抽到的装备魔法 守护者格拉尔 并将重力之斧转移到格拉尔身上 这下格拉尔的攻击力 一下子提升到三千 一斧子便将皇后骑士砍碎了 轮到王阳回合 他发动死者苏生 将皇后骑士复活后攻击表示 右头手上召唤国王骑士 因此杰克骑士也随即登场 王阳接着使用魔法卡勇气合击 看到勇气合击 拉菲尔不由地心甘一颤 他还记得上次使用这张卡 王阳的磁石战士 竟然毁了黑暗欧贝利斯克 不过拉菲尔随其心态一松 表示王阳也正是像这样 牺牲了自己的怪兽 才会输给自己的 然而王阳现在已经清醒了 他已经不会再被这种言论迷惑 他并不是将自己的怪兽 当成获胜的工具 而是与他们互相信任 互相牵绊 共同战斗 拉菲尔眼看着三个骑士 朝着自己冲过来 他赶紧解冻陷阱卡 守护者之力 王阳的回合只能这样结束了 轮到拉菲尔的回合 他打出装备魔法 蝶制短剑 让后背守卫者攻击力增加300 又因为蝶制短剑的引导 守护者埃尔玛 也特殊召唤上场 拉菲尔随其发动 埃尔玛的特殊效果 可以装备一张 目的里的装备魔法卡 于是埃尔玛装备了 守护者之盾 守备力提升到1500 拉菲尔又将蝶制短剑 也装备到埃尔玛身上 埃尔玛的攻击力 因此提升到1600 拉菲尔让埃尔玛 将皇后骑士击碎 又指挥格拉尔攻击国王骑士 王阳的血量 最后降低到2500 拉菲尔回合结束 轮到王阳回合 他启用了魔法卡闪烁的五星 献祭杰克骑士 召唤出粒子球五兄弟 又丢弃了一张陷阱卡 发动粒子的特殊效果 于是只见白色粒子球 一颗颗吞掉了其他粒子球 变得越来越大 还砸向格拉尔 将其攻击力 砸得降低了1500 王阳接着又让粒子球们 合体成了巴比伦粒子 他打出手上的魔法卡劝锋 将重力之斧破坏 这样格拉尔的攻击力 只剩下一千了 眼看着巴比伦粒子 攻向守护者 埃尔玛赶紧冲上去 用护盾替格拉尔 挡下了这一击 护盾碎裂了 所有怪兽都安然无恙 不过拉菲尔自己 却损失了500点血 王阳也只能扣了一张卡后结束 王阳又想起了 拉菲尔的战斗风格 真的很佩服拉菲尔的这种精神 宁可自己掉血 也绝对要保护怪兽 王阳因此大声告诉拉菲尔 你是真正的决斗者 你对决斗的理想 跟奥利哈康的结界 一定是不合的 再次轮到拉菲尔的回合 他抽卡后 盯着手里的卡牌 并告诉王阳 自己心中也有黑暗 当自己接受黑暗与他同化 想要抛弃一切时 才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 那光明就是多玛的神 这就是他拉菲尔的命运 说着 他竟然启动了奥利哈康的结界 王阳震惊万分 根本阻止不了 绿色的光芒很快将两人笼罩 而就在这时 海马等人也赶到了 帕拉迪乌斯公司 当大家看到了恐确武 失去灵魂的样子 就知道王阳已经陷入苦战了 大家乘电梯来到顶层 正好看到奥利哈康的结界撑开 一切已经无法挽回 王阳只能继续战斗 我是黑白 下期见